我们平时在使用微信的时候 如果换手机的情况下 如何把微信里面的聊天记录 搬到新的一部手机上 那如何操作 很多朋友还不知道怎么弄 那接下来这个视频 我将示范给大家如何 很轻松不用数据线 就能把微信聊天记录 迁移到你的新手机上 在我操作之前 请你给我点个赞 加个关注 下次更新不迷路 那接下来 跟着我的视频一步步操作 首先点开我们的微信 然后点开我们的设置 设置点开之后 看到通用点开 然后我们找到 聊天迁移备份这边 最下面的倒数第三 我们把它点开 然后这边有备份的 下面是备份 那我们是要迁移 那我们就点开 迁移到另一台手机 或者迁移到电脑 这都有提示 那我们现在是示范 要迁移到另一部手机 点开 点开之后 我们这边靠近我们新手机 然后这边点开始 它就开始操作了 非常简单 就这样靠着 等到它迁移完以后 它会提醒 随上你不需要担心 到时候你点击完成 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 请评论器给我留言 我会一一为你解答 希望你给我点个赞 加个关注 下次更新不迷路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